黑暗泰坦拥有摄影人和电视人的综合力量 它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泰坦之一 所以接下来 我将在我的世界中作为黑暗泰坦生存100天 用我的新能力去毁灭其他泰坦 并指挥我的马桶军队打败联盟 我能否成功 还是会被压力压垮 你得看到最后才能知道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第一天 我以混血泰坦宝宝的身份诞生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摄影人妈妈和电视人爸爸 我们爱你 儿子 你是混血联盟的第一个成员 在这期间 保卫我们的马桶大军被联盟成员一一杀害 直到最后一个马桶也惨遭毒手 突然 升级的泰坦电视人出现在我面前 根据联盟的命令 你的儿子必须被除掉 以防止黑暗泰坦的预言成真 我们试着逃跑 但升级后的泰坦电视人发动了他的红木攻击 直接炸毁了附近的一座建筑 碎石碎裂朝我倾泻而下 我快要被压碎了 我的父母把我推开 导致他们被碎石压垮 我惊恐地看着他们被瓦砾砸死 畜生 你杀了我的家人 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 我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泰坦 并获得了五颗星核心的力量 火机们 给我抓住他 第二天 我受到了所有电视人的攻击 联盟杀了我的父母 并开始攻击我 我愤怒地不断向他们释放黑暗力量 将他们一一处决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的电视人很快出现阻止了我 接受你的命运吧 电视人瞬间爆发出闪屏攻击 闪电麻痹了我的身体 我无法打败他 被迫逃跑 我在城市的角落来回穿梭 但一转眼 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你以为你能逃脱吗 电视人准备给我最后一击 突然一个巨大的科学家马桶跳了进来 他释放出强大的电流击退了电视人 我们现在有共同的敌人 也许我们可以合作 跟我来 第三天 科学家马桶带我来到马桶基地 我们一路向下来到了实验室 联盟的泰坦一直是我们最强的境界 如果把你升级成我们的泰坦 也许我们就可以打败联盟 联盟杀死了我的父母和族人 我要报仇 科学家马桶把我连接到一个大型机器上 当科学家马桶打开机关时 我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异 我的体型变得更大 现在又多了五颗红星 新的能量刀片和强大的红木攻击 就在这时 实验室被摄影人部队入侵了 第四到七天 我在保护基地免受摄影人的入侵 我举荐一个一个砍倒这些背叛我的盟友 愤怒让我的攻击力暴增 突然地面开始颤抖 我赶紧跑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到升级版的泰坦摄影人在等我 你真是的泰坦怪物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我飞过去 开始门砍泰坦 泰坦摄影人顺势举起锤子击飞了我 现在的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 泰坦摄影人迅速释放出攻击波 爆炸伤害让我生命之骤降 我撑不了多久了 于是发动喷气背包逃离现场 无幸的是 泰坦摄影人在半空中释放激光 爆炸弄坏了我的喷气背包 我从半空中摔了下去 第八到十天 我降落在一个被熔岩包围的区域 而泰坦摄影人还牢牢地跟在我身后 我迅速穿过岩浆湖 躲到旁边的洞口 摄影人在失去方向后就离开了 救命 快来人啊 我朝着尖叫声走去 发现一个马桶被摄影人堵在角落里 我跑过去迅速解决了摄影人 黑暗泰坦快救救我们 摄影人绑架了我的族人 他们被囚禁在哪里 跟我来 第十一到十四天 马桶带我来到了摄影人基地 这里到处都是被关押的可怜马桶 小马桶悄悄地接近笼子开关 就在即将打开时 摄影人发现了他 入侵者 大家快拦住他 摄影人迅速包围了小马桶 我立刻跑进去用黑暗泰坦之力阻止了他们 他们一个一个倒在我的身下 随后我释放红瓶攻击 炸碎了所有的笼子 被释放的马桶大军迅速挡住了摄影警卫 我们会拖住这些家伙的 快去拯救科学家马桶 随后我听从命令 离开了现场 第十五到十七天 我发现科学家马桶正被泰坦摄影人堪压着 而他面前 准备去死吧 你们这群怪物 踏马地滚开 我赶紧跑进去 关掉了电源 很好 又发现了个小虫子 泰坦摄影师对我进行了强烈的电击 他还是超级强壮 我试图用我的黑暗能力反击 但对他似乎毫无作用 他开始向我靠近 我趁机对他的摄影头发起突袭 导致泰坦摄影人的身体出现故障 电流很快溢满他的全身 导致他机器超载而死 在泰坦摄影人死后掉下一个机械部件 当我捡起时 我得到了五个红星 喷起背包也修复了 原来解决泰坦就是我的升级的关键 就在这时 传送门被打开 石中人被传送到了这里 撤退 别无选择 科学家和我迅速离开战场 第十八到二十一天 我们回到马桶基地 试图躲避石中人的追杀 石中人是镀金齿轮的守护者 如果你能够拿到黄金齿轮 也许马桶军队也可以获得强大的力量 拿着这个 随后他递给我一张石中人基地的地图 于是我向北出发来到了石中人前少站 但当我到达时 我发现里面挤满了警卫 也许我可以从别的入口进去 随后我飞了一圈 发现了另一个靠近设施后面的入口 但突然间我停住了脚步 我被迫倒在地上 有什么东西使时间停止了 什么鬼 我把你带到我想去的地方了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女石中人伏击了我 我快速召唤黑暗力量挣脱了他的魔掌 很好 现在的你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第22到25天 我和传说中的女石中人面对面 女石中人毫不犹豫地向我开枪 用一排子弹摧毁我的盔甲 滚开呀 你这个臭闹钟 我召唤暗针向他射击 但他却消失了 太蠢了 他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迅速转身射击 但他再次躲开了 游戏结束了 女石中人瞄准他的暴能枪进行最后一击 突然 一张蜘蛛网把他困在原地 一只瘦小的蜘蛛跳了出来 我立刻发动一连串有力的攻击 彻底打败他 我叫小奥 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镀金齿轮放在哪里 我跟着他跳到了一座巨大的钟楼底部 他的底部是镀金的齿轮 突然 泰坦石中人出现了 飞下来挡住了我们通往镀金齿轮的路 第26到28天 泰坦石中人正在和我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 泰坦石中人释放出强大的石中枪 这让我的生命直骤降 我想冲进去 用我的能量剑报复 但他只是轻轻一回 就击飞了我 马上投降 不然我就碾碎你 绝不 我愤怒地释放暗针射击 但狡猾的石中人利用时间能力躲过了他 跳到我身后停止了时间 并在我周围见了一个笼子 就在我绝望之际 小奥偷偷地跑到齿轮跟前 一把抓住了他 给我抓住这个蜘蛛 第29到32天 我被关在拘留室里 无处可逃 泰坦石中人隔着防弹玻璃怒视中 你已经带来太多麻烦了 是时候该说再见了 泰坦石中人说完就离开了 而熔岩开始涌入房间 我得尽快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集中精力 用我的黑色暗针攻击 但却没有任何作用 熔岩逐渐填满了整个笼子 连空气都开始吸泊 我绝望地大喊着 突然一股能力从我的嘴里射出 他粉碎了玻璃 让我逃了出来 就在我逃离时 我突然发现了 被困在传送带上的小傲 我必须拯救我的朋友 但就在我到达时 我被泰坦石中人拦住了 第33到35天 我再次和泰坦石中人相遇了 他毫不留情地发动石中枪向我开火 我试着用音爆反击 但他依然不为所动 放弃这些无谓的抵抗吧 你不觉得一直在浪费时间吗 我绝不投降 黑暗泰坦快抓住 小傲把金色齿轮从缝隙里扔出来 我迅速地飞过去并抓住了他 突然我再次升级 我获得了五颗星和一个新的火焰攻击 还有强力的爪子 让我来结束吧 泰坦石中人试图用他的石中枪把我击落 但是随着我速度的提高 我可以避开攻击 使用我的新火力攻击 石中人害怕地定在了原地 我迅速落地并用爪子攻击他 最后一击 他倒了下去 而传送带也停止了运作 你做了什么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泰坦电脑人出现了 然后开始侵入传送带系统 传送带再次启动 小傲逐渐接近熔岩池边缘 滚开你这个老卧灯 我愤怒地冲向泰坦电脑人 第36到39天 我正在和泰坦电脑人战斗 希望能打断他对传送带的控制 我迅速释放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红屏攻击 但他以绿屏黑客攻击作为暴力 但很显然 他比我更强大 你是打不过我的 快和你的小朋友说再见吧 你少放屁 黑暗太坦 你快离开这里 你是打不过他的 闭嘴 我一定会救下你 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相信你 最后一定会扳倒联盟 我低下头 正好看到小傲绝望地跳入了岩浆池 该死 是你杀了我的朋友 愤怒充斥着我的全身 我不管不顾地释放一切能力去攻击 但这毫无作用 他抬头释放出电流攻击击倒了我 与此同时 一大群大型电脑人跳了下来 并迅速站满了整个围墙 别无选择 我只能撤退 第四十天到第四十三天 我回到了马桶基地 而科学家马桶在等着我 这次任务成功了吗 是的 但是小傲为了帮助我 失去了生命 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愿意献出为了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为了不辜负他 我们一定要变得更强大 那我们开始吧 科学家放置了一个奇怪的装置 我把镀金的齿轮插在上面 在一瞬间 我所有的盟友变成了黑暗的马桶人 现在是时候反击了 我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随后我带领我的军队来到了电脑人基地 这些泰坦欺负我们太久了 他们看不起我们 攻击我们 他们夺走了我们所爱的人 他们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 他们可以带走我们的朋友 但他们永远夺不走我们的自由 不要犹豫 我们必须要反抗 第四十四到第四十六天 联盟和马桶军队的第一次较量正式开始 电脑人就拿着助塞剑左右挥砍 而马桶人释放出他们的新力量 试图压倒他们 我趁机在旁边释放黑暗力量助攻 很快就解决了一大批电脑人 马上投降 电脑人 突然 泰坦电脑人来到了战场 少放屁 战斗才刚刚开始 他召唤出他的绿屏黑暗光束 映射在每个马桶身上 他们都转过头来看着我 大家 你们为什么不打架了 因为我控制了他们 他们就不会听你的了 马桶人毫不留情地向我扑来 我被逼得不断后腿 我不能伤害我的朋友 你认为他们是你的朋友 你以为他们是怎么看你的 就在这时 泰坦电脑人的屏幕再次亮起 他入侵了我的大马 第47到第50天 我在一个数字世界里醒来 被成千上万的电脑人包围着 这是什么把戏 加入我们 加入我们 快滚出我的脑袋 我用我的泰坦能力撞向了电脑人 但我在这个数字领域被削弱了 我与眼前的每一个电脑人战斗 直到泰坦电脑人出现 你的挣扎是徒劳的 我黑了你 你现在属于我了 滚开 我要救我的朋友 突然 我身体涌出一股新的力量 我立刻释放音棒 瞬间击中了毫无防备的泰坦人 这让我回到了现实世界 摆脱了黑客入侵 当我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多了五颗星 力量也增强了 我迅速飞向泰坦电脑人 并用我的能量剑立刻杀了他 我们还没来得及庆祝时 突然 地面开始颤抖 地板在我们脚下塌陷了 第51天和54天 我们掉进了一个地下洞穴 而最下面是一个铁笼子 我用喷气背包迅速避开了陷阱 但不幸的是 其他黑暗马桶掉了进去 就在这时 泰坦钻弓现身了 他身后还带着可怕的钻弓大军 踏马的你这个老六 我迅速向军队飞去 当我马上接近时 一个高大的大块头出现在我面前 我试图把那个高大的钻弓挡开 但他迅速钻到地下躲避我的攻击 然后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放弃吧 你是打不过我们的 绝不放弃 你们这群叛徒 杀害了我的族人 别浪费时间了 干掉他 泰坦钻弓说完就离开了 留下了大块头钻弓 我别无选择 只能为生命而战 第55到57天 我和大块头钻头开始了战斗 他不断举起钻头向我攻击 我只能用我的爪子挡住伤害 战斗陷入了胶着阶段 我试图召唤黑暗光波射击 但他却迅速钻到地下躲避攻击 我钻进洞里跟着他 但他却无处可去 他去哪了 那个大钻弓像岩鼠一样从墙里钻了出来 他狠狠地向我撞来 我试图报复 但他又躲开了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于是我放慢脚步 仔细地感受着来自岩石的震动 当面前的墙壁发出震动时 我立刻释放了阴暴攻击 正中要害 一劳永逸地打败了他 当我回头望向牢笼 想解救我的朋友们时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现在只剩下一张别人掉在地上的地图 凶手不是别人 而是泰坦钻弓 第58到61天 我飞到挖掘现场试图寻找狡猾的钻弓们 我生气地降落在工地中心 开始疯狂地破坏 我的盟友们到底在哪里 钻弓们听到动静迅速包围了这里 我毫不留情地砍掉了他们 突然地面开始摇晃 泰坦钻弓来到了战场 看来我的徒弟不够强壮 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泰坦钻弓举起钻头 手臂狠狠刺进我的身体 严重伤害了我 我挥拳挡住了他的钻头 从目前来看 我的心爪子明显比他更胜一筹 当我击退他时 导致附近起重机上的碎石倾斜而下 他被压倒在碎石下面 当我走近时 泰坦钻弓迅速钻开一个洞 挣脱束缚跳了出来 真是个狡猾的老六 随后我迅速释放出最强一击黑暗能量 彻底打败了他 在他死后 掉落了一个能量球和一张地图 我迅速抓住他 我获得了五颗星核心的黑暗头骨力量 可以发射大规模爆炸 第62到第64天 我到达了地图上的地点 找到了所有被困在笼子里的盟友 我迅速跳下去 但在我释放他们之前 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话 天哪天哪 你长大了很多黑暗泰坦 我转过身 发现居然是升级版的泰坦电视人 快放了我的朋友吧 你想的太多了 那你就为我的父母和我受伤的盟友们偿命吧 我迅速向电视人释放红瓶爆炸 哈哈哈哈 你就只有这些吗 让我向你展示什么是真正的泰坦之力吧 他用自己的红木攻击进行了反击 我立刻还击 我们的光束在半空中相撞 但是泰坦电视台的人太强壮了 他开始压倒我 这很糟糕 我得集中精力活下去 当他再次释放红瓶攻击时 我迅速跳开 并一一释放了我的盟友们 但当我来到科学家面前时 泰坦电视人拦截了我 快跑 你还不是他的对手 只有找到音响人 你才有一战之力 我别无选择 只能离开了 第65天到67天 我和我的盟友回到了马桶基地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们还囚禁着科学家 振作起来 只要我们找到音响人并拿到能量装置 就会再次提升我们的力量 有人知道音响人的大本营在哪里吗 我知道我知道 小马桶递给我一张通往音响人基地的地图 你们看守基地 我去拿装置 随后我迅速飞走了 没过多久 我来到了音响人基地 但是泰坦音响人却在门口看守着 也许我可以躲过那个家伙 随后我调查了周围地区 发现了一个山洞 当我深入时 我发现洞穴里的蜘蛛网越来越多 最后蜘蛛网太多了 我被困在蜘蛛网里了 突然间 房间里挤满了音响人蜘蛛 他们像疯了一样疯狂攻击我 我试图用我的黑暗力量击退他们 但我仍然困在他们的网里 他们的数量太多了 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仍无法抵挡他们太久 当蜘蛛压倒我的时候 一切都变黑了 第68到72天 我在一个笼子里恢复了意识 周围到处都是音响人 该死 这也太倒霉了 就在这时 音响人集体对我发出音爆攻击 我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我试图冲破笼子的栅栏 但这些力量根本就不够 我得把那些音响关掉 于是我用红色屏幕烧毁了音响 导致他们爆炸 爆炸的力量震碎了毛笼 我侥幸逃过一劫 但现在的我根本没有时间开心 因为我太饿了 随后我找到了音响人存放的物资 并快速填满了肚子 但我吃得太开心了 居然没有发现身后出现的音响人 你这个卑鄙的老六 第73天到75天 我正在击退成群的音响人士兵 音响人试图用他们的助塞击退我 但现在的我要比这群小牙签大太多了 是时候向你展示黑暗泰坦的威力 我释放了新的黑暗骷髅攻击 迅速袭击移平了整个地区 直到没有人留下 当我转过身 我发现我在音响人基座上炸了一个洞 露出了我一直在寻找的能量装置 就是这个 我试着走进基地 但我很快就被泰坦音响人拦住了 滚出去 这不是你该拿的 那我就强行闯过去 我迅速释放音响能力来对抗泰坦 你这个小丸桶 泰坦召唤音爆进行报复 让我远离了能量树袋 你很厉害 但是这个呢 我重重地甩出勾招 轻而易举地撕碎了泰坦的盔甲 激怒了泰坦音响人 他向我的方向发射了他的大炮 我挨了一拳 并趁机挥剑击中了他 永远地击败了泰坦音响人 并成功夺回能量装置 我又获得了五颗星和一个新的超生臂功率 是时候拯救我的同伴 第76天到79天 我带着军队回到了关押科学家的电视人基地 很显然 他们沿阵以待 无数的电视人重兵把守着 没有时间浪费了 让我们试试能量装置带来的新变化吧 我释放出能量装置所蕴含的力量 他们迅速涌入黑暗马桶的体力 把他们变成了黑暗直升机 干翻电视人基地 给我冲 我带着最新的黑暗大军突袭了电视人基地 电视人迅速包围了过来 幸运的是 黑暗直升机全面克制电视人警卫 突然电视人得到了身材高大的士兵的增援 虽然黑暗直升机很强 但是增援部队放慢了前进的速度 这里交给我们 你快去救科学家 于是我听从安排 向基地深处移动 但当我到达科学家马桶的笼子时 它是空的 它在哪里 一个你永远找不到它的点 当我转身时 我发现那声音是泰坦电视人 第80到83天 我被泰坦电视人伏击了 它用有力的电球攻击我 但幸运的是 多亏了我最近的升级 我可以免疫掉这些伤害 我释放了黑暗骷髅的力量 让它晕了过去 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 它迅速清醒并向我挥剑 而我则会找阁挡 我们两个再次胶着 千万不要小看我 我迅速释放出最强黑暗射线 我能看出来 它快坚持不住了 告诉我科学家马桶在哪 你这个傻子 你真的认为你还能赢得这场战斗吗 突然 泰坦电视人用它的电话呼叫支援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一群电话人蜂拥而至包围了这里 我尽我所能击退部落 但当我分心的时候 泰坦电视人在我身后重重一击 让我昏过去了 第84到第86天 我在联盟监狱里醒来 而坐在我面前的是科学家马桶 突然角落里跳出来一个没有头的马桶 哈喽 我是凯文 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就在这时 升级版的泰坦电视人走进了房间 快看 多么感人的重逢啊 让人多么的想搞破坏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你是联盟的叛徒 为此 你必须受到惩罚 突然我们脚下的地板打开了 而科学家和我陷入了黑暗之中 当我们终于着陆时 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某个竞技场 这是什么地方 当时 一个巨大的摄影人坦克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 静止朝我们走来 第87天到89天 科学家和我受到了摄影人坦克的袭击 他用导弹攻击我们 科学家被击飞了出去 我趁机发动黑暗射线射中了坦克 但令我恐惧的是 那个怪物居然吸收了我的攻击 变得更加强大 他再次向我猛烈袭来 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该死 这太糟糕了 我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来给他最后一击 科学家马桶把怪物引到他身边 当他分心的时候 我偷偷溜进去 狠狠地攻击了他 野兽不动了 我以为他被打败了 突然 那头野兽又发动起来 他转过身来发射攻击波 小心 科学家跳过来帮我挡住了伤害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最终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赢得这场战争 不惜一切代价 科学家马桶说完就死了 我心中充满了愤怒 怪物又向我冲了过来 怒火中烧的我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只是一击就杀死了怪物 我冲出了竞技场 而泰坦电视人就在等待着我 第90到92天 我在一次面对泰坦电视人 我们战斗了太多次 以至于我能熟练的他的攻击方式 他不断释放电流攻击我 而我快速释放按针反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的战斗看起来似乎势均力敌 但我很快就站了上风 他已经跟不上我的速度 就在这时 他开始发出求救信号 一大批电话人再次围了上来 幸运的是 这次我准备好了 我一个接一个的使用毁灭性的爆炸攻击 消灭我所有的敌人 这个懦夫 有本事我们1v1 我生气的直接扑了上去 重伤泰坦甚至无法躲避攻击 最终泰坦电视人永远的倒下了 在他死后 地面上掉下一张纸条和另一个升级装置 当我捡起后 我立即获得了五颗星以及一个新技能 然后我读了纸条 马桶军队已经被我们找到 只要你消灭了他们的泰坦 联盟将赢得这场战争 我必须要去营救同伴 随后我静止向无线电人的基地飞去 第93天到第95天 我到达了无线电人基地 发现了我的盟军背负 我生气的看着这一幕 愤怒几乎让我无法冷静 我迅速跳下并炸开了笼子 马桶门被放出来后 就迅速和无线电人展开战斗 而我则在旁边帮助我的盟友 这几乎是一场完全碾压的战斗 我们把基地移为平地 就在我们几乎快要迎时 第96天到98天 我被困在与泰坦无线电人的战斗中 他不断举起天线剑刺来 但我也不甘示弱 我立刻释放鹰暴作为报复 让他从天上掉了下来 你真是一个卑鄙的老六 但接下来 你不会这么幸运了 突然他举起手臂释放出穿刺板 但我反应迅速跳起躲开了攻击 并飞到了半坡上 我在他恍惚之际 趁机释放黑暗跑 彻底解决了他 他死后我又获得了五颗红星 力量也增强了 我的手下也都围了上来 他们入侵无线电人基地取得了成功 联盟里只剩下一个泰坦 他是最强大的 但也是最残忍了 他带走了我的父母 和我们的臭马桶兄弟的生命 我们一起让他付出代价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会和你站在一起 突然 我的打气演讲被联盟打断了 他们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看着我 大家准备好 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战就要开始了 第99天 马桶军队和联盟军队 展开了一场史诗级的战斗 每个不同的联盟成员 利用他们不同的能力来压制我们 但从第一天起 我的军队就在不断地升级 马桶们 向他们展示你的力量 黑暗马桶几乎是碾压性的 击倒了所有的的联盟军队 胜利的天平正在转向我们 突然 升级版的电视人飞了下来 降落在我面前 你确实是预言中的黑暗泰坦 我从来没想过 居然会有像你这样强大的混血 但现在 一切都该结束了 升级版的泰坦电视人召唤出一道传送门 把我们都吸进去 第一百天 我和泰坦电视人来到了一个新的区域 他没有浪费时间 直接使用毁灭性的红木攻击 我迅速地躲开了 卑鄙的小垃圾 是我一发能力大炮 强大的能力 瞬间就将泰坦电视人击飞了 臭虫 你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吗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泰坦力量 泰坦电视说完 就给了我两拳 虽然他的力量很强大 但是对于现在我来说 就是挠痒痒 傻瓜 我现在才是真正的泰坦电视人 你已经被淘汰了 我集中所有的力量 给了他最后的一击 我获胜了 恶魔泰坦是泰坦世界的终极反派 作为马桶人的首领 他拥有着远超其他泰坦十倍的力量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 我将以恶魔泰坦的身份 在我的世界中战胜联盟 并彻底击败泰坦神 我能成功吗 视频开始之前 记得点赞关注哦 第一天 我作为恶魔泰坦宝宝被召唤到这座城市 旁边站着的是我的族人 忽然 泰坦神降临在我们面前 你们恶魔泰坦注定要成为我的养分 泰坦神话音刚落就冲了上来 一个接一个地攻击我们 避之不及的族人都被他杀害了 就在这时 泰坦神的攻击波直直地向我扔来 我的哥哥米洛冲过来救了我 第二天 米洛和我开始了逃命之旅 直到我们遇到了神圣联盟成员的追杀 给我抓住他们 联盟成员不断朝我们逼近 而摄影人埋伏在屋顶不断朝我们开火 就在这时 米洛带我来到了梯子旁边 于是我们爬上了一座建筑物的屋顶 就在我们以为安全时 不幸的是 泰坦神再次出现 他二话不说就开始释放光波射杀了我 第三天 我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但米洛却身受重伤 我知道一定是他保护了我 米洛在交代完遗言后 就因伤势过重而身亡 泰坦神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在盲目的愤怒中 我开始攻击泰坦神 但很明显 我根本打不过他 多么可悲的虫子 泰坦神再次挥剑发动神圣光波 就在我以为要结束时 我身边的传送门被撕开了 一个马桶人跳了出来 我抓住机会跳进传送门 躲避了泰坦神的攻击 第四天到第七天 我通过传送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里是被马桶人统治的领域 马桶人带我来到了世界中心 一个巨大的恶魔雕像站在我们面前 他散发出一种吸引我的奇怪力量 当我碰到他时 一股力量在我身体内爆炸 我地叉子进化为恶魔武器 我的身体越来越大 甚至长出了恶魔的翅膀 我还多了五颗星和新的能力 突然 地面开始剧烈的震动 泰坦摄影人入侵了马桶世界 一个马桶人火速带我离开了现场 第八天到第十天 马桶人带着我在陛下世界东躬西藏 就在我们以为自己逃步了摄影人的魔掌时 泰坦影响人和泰坦电视人从天而降 我绝不投降 于是我立即释放新的恶魔力量尝试控制他 但是在我完全掌控之前 泰坦神从天而降 真是恶心的虫子 说着他向泰坦们发射了一束光光 吸收了神圣力量的他们 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泰坦神做完这一切后就离开了 而其他泰坦人逐渐向我逼近 我试图再次控制他们 但不幸的是 我的恶魔能力不再对他们起作用了 也许你可以试试找到恶魔之书 那是唯一对抗光的办法 马桶人催促着我离开 我听取了他的建议就飞走了 第十一天到第十四天 我在马桶世界里面到处游打 直到我发现了一本恶魔之书 而他就在山顶上 当我飞向他时 一个天使机器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他二话不说就开始攻击我 我快速翻转躲避 并释放恶魔光波进行反击 他太强了 我根本无法一招致敌 于是我迅速挥动翅膀甩开天使 终于我飞到山顶并抓住了书 你这个卑鄙的虫子 守护者召唤了他所有的力量 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攻击 我开始感到低吸引力的重压 不知不觉中 我坠入了黑暗的洞穴深处 第十五天到第十七天 我降落在洞穴的深处 我抬起头 意识到守护者把我困住了 于是我开始在洞穴中开环 直到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天使基地 在最后面还有一个传送门 而这里被众多的摄影员把守了 我迅速跳进包围圈 开始向他们释放我的恶魔之力 他们试图用自己的天使武器斧击 但现在的我远比之前更强大 他们还没来得及出手 就被我快速解决了 于是我向传送门走去 但他突然失效了 就在这时 警报声响车整个天使基地 基地内的几个炮塔接连被启动 并且开始瞄准我的方向 该死 这太糟糕了 炮塔不断朝着我射击 我赶紧跑去找掩护 在我躲避的缺口 我居然发现了打开传送门的开关 我快速跑去并翻转它 传送门被重新激火 我迅速跳过了传送门 第18到21天 我到达了传送门的另一面 我发现自己身处主世界 在那里 我的马桶人蒙有被摄影人关押着 我毫不犹豫地飞过去开始攻击 我快速射出几个恶魔光波 试图趁它不被重伤它 但它反应迅速地展开神锤打开了我 这太糟糕了 我必须要另想办 我飞到空中躲避 并再次召唤恶魔光波攻击它 让它短暂失去了意识 你的灵魂是我 我激活了恶魔之力控制了泰坦 几秒钟后 它变成了像我一样的弱魔 我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泰坦摄影人 放了我的人 被控制的泰坦服从我的命令打碎了笼子 把我的盟友放了出来 就在这时 神圣泰坦电视人突然出现 我试着再次激活恶魔之力 但他很快召唤神圣魔法阵打破 我被迫只能向后退 第22到25天 我控制恶魔摄影人帮我抵挡泰坦电视人 这给了我一个逃跑的机会 大家快跑 我来处理 马桶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而我则直面神圣泰坦电视人 我试图和摄影人一起重伤电视人 但电视人太强大了 我们无法近身 恶魔摄影人不断挥舞锤子砸向电视人 但他只是轻松地躲开了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于是我迅速带着恶魔摄影人飞离这里 直到我们遇到了五个盟友 我想我知道一个地方能帮上忙 跟我来 我跟着恶魔来到了一个古老的恶魔神殿 这里被滚烫的岩浆包围着 看起来很危险 我能感觉到里面有东西 但我们马桶人无法进去 于是我展开翅膀飞进去仔细观察 就在这时 我发现了一座废桥的神庙入口 但当我四处走动的时候 我突然踩到了一个陷阱 门在我身后关上的 这地方有陷阱 我试图撞门逃跑 一遍又一遍地狠狠撞击 但是门锁得很紧 熔岩突然开始涌入房间 我开始前所未有地害怕起来 第26到28天 我被困在一个 开始充满岩浆的房间里 没有出路 我的攻击还不够猛烈 无法强行爆发 我得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快速在熔岩上方飞行 因为它覆盖了整个地面 我甚至都找不到出去的缺口 岩浆不断地在往上爬升 当它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开始感到窒息 但当它碰到我的时候 什么也没发生 我跳入岩浆然后游了过去 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在这个区域内的另一边 有个古老的废墟 而那里有一个恶魔之石 在等着我 那是什么 我走进底座并抓紧石头 不然 我进化成了一个更强大的尸体 这次变身给了我 五颗星核心的力量 就在这时 山洞突然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一名守护者从天而降 第29天到第32天 我正在和恶魔神庙的守护者战斗 守护者用冲击波攻击了我 多亏了我的进化 让我有足够的耐力去承受他们 我不断朝着守护者 发射我全新的激光能力 他瞬间就被击飞了 你真的以为我只有这些吗 他毫无征兆地发动了火球攻击 定入了我的身体 疼痛麻痹了我的精神 而我刚得到的魔石掉进了熔岩池里 我的身体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该死 我要疯了 我怒火中烧 愤怒地我不管不顾地向前扑去 狠狠地拿着叉子给他致命一击 我转向熔岩池去找我丢失的神器 但是一声音爆炸开了附近的山顶 你必须跟我回到神域 说完他就毫不犹豫地攻击我周围的圣殿 我感到寺庙的结构变得不稳定 地面也开始剧烈地颤抖 他要崩溃了 我想把我丢失的石头从熔岩中捞出来 但在我被压垮之前 我被迫逃跑了 第三十三天到三十五天 在神庙彻底塌陷之前 我侥幸逃出了寺庙 而神庙唯一剩下的东西就只有一个熔岩池 也许你需要这个 一个马桶人递给了我需要的恶魔之时 突然 我们周围的地面开始颤抖 我环顾四周 想看看到底是谁 在我还没来得及逃脱之前 太坦影响人突然出现 并快速召唤黑钥匙封印了恶魔之时 就让我来结束你吗 太坦影响人花音刚落就一脚就把我踢飞出去 第36天到第39天 我在和太坦影响人发生冲突 他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 多亏了我厚重的皮肤 这些袭击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伤害 我决定要开始反击了 我快速召唤出恶魔光波试图偷袭他 但他举起神圣光盾挡住了伤害 盾牌完全无效化的攻击 我必须要改变策略 可以拿出恶魔之时吗 再给我一点时间 谈话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而太坦影响人趁机重拳出击 再来一发 我就完蛋了 就在我绝望之际 马桶人把恶魔之时扔了过来 我迅速抓住并用它控制了太坦影响人 一道红光闪过 它彻底变成了一个恶魔 而我恢复了生机后的心态 多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突然 太坦电视人在一道光芒中被召唤了出来 现在的我不再惧怕他们了 快去召唤摄影员 太坦影响人发出恶魔传唤 开始召唤摄影员 太坦摄影员快速飞了过来 一脚踹飞了太坦电视人 并让他晕了过去 第四十天到四十三天 我和我的黑暗太坦们关押了电视人 你想要什么 告诉我太坦神在策划什么 你这么想知道 你就自己去问他 突然他的屏幕亮起了蓝色 太坦神突然闪现到上空 就在这时 太坦神给电视人注入了更多的力量 一道光芒闪过 电视人成长为更强大的状态 并冲出龙字攻击 影响人冲到我面前保护了我 但他的攻击太猛烈了 以至于把他们两个都打晕了 他再次向我冲来 我赶紧飞离了原地 直到我发现了一个传送门 我毫不犹豫地跳了过去 第四十四天到第四十六天 我逃进了马桶人基地 再次和我的盟友见面 你知道什么办法可以去除太坦神的祝福吗 有一个马桶人可以帮忙 但他对外人不太友好 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冒险 于是我让马桶人带我来到了实验室的入口 卑微的蠢子 你怎么敢闯进我的实验室 恶魔科学家从地下钻了上来 他毫不犹豫地释放了恶魔之力攻击我 但我设法避开了他 并尝试用恶魔光波反击 攻击成功了 他一时愣住了 平下 我为和平而来 你得证明你是站在我这边的 把我女儿从联盟手中救出来 第四十七天到五十天 恶魔科学家带我去了下界的联盟监狱 这座建筑被神圣守卫包围着 我立刻从上空飞进了监狱 我在空中发动了恶魔攻击 瞬间消灭了所有的守卫 我降落在监狱场地上 就在我以为消灭掉了所有人时 泰坦电视人突然赶来提供支援 我又一次和电视人正面交锋了 毫无疑问 他是个难对付的对手 我们来回交手了多次 多亏了我的升级 让我有机会和他较量 在战斗中 我听到那位科学家的女儿大声呼救 快来救我 别担心 我很快就到 无幸的是 当我转过身去的时候 电视人借此机会 给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就在这时 恶魔科学家出现了 他帮我拦住了电视人 快去救我女儿 我听从他的安排离开了现场 随后我来到了监狱 我快速使出恶魔光波震碎了牢笼 我们一起逃回了实验室 而恶魔科学家就在那里等着我 爸爸他救了我 他是个英雄 看来我看错你了 恶魔泰坦拿着这个 恶魔科学家递给我了一张地图 我很快把它捡了起来 这会带你找到一个古老的恶魔遥控器 也许它会给你带来惊喜 第51天到54天 我回到了主世界 按照新的地图 最终我来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 当我深入时 我看到墙上的一个标志 找到三台隐藏的黄金电视 与此同时 我搜遍了仓库 在一些箱子后面找到了一个 不久之后 我在上床的人行道上发现了另一个 两个搞定了 还有一个 我继续搜索该地区 却怎么也找不到第三个 就在那时 我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地下房间 当我进去后 我看到这里摆满了电视 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锁着的本 为了节省时间 我开始翻箱倒柜找最后一件 在我疯狂的时候 我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压力板 突然房间开始剧烈的摇晃 好像它随时都会倒塌 如果我不快点 整个地方都会把我埋了 我很快集中了我的恶魔力量 释放出一个恶魔光波摧毁了所有的架子 露出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最后一台黄金电视 我一抓住它 暗门就打开了 露出了一条隐藏的通道 第55天到57天 在房子倒塌前 我穿过通道来到了另一边 环顾四周 很快就在一个仪式圈的顶部找到了遥控器 但当我仔细观察时 这与科学家们的描述不符 就在这时 我看到附近有一组标志 如果你有恶魔的血统 执行仪式来实现你的愿望 但请注意 一个错误将导致一场大悟 我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必须十分小心 我开始搜寻房间里的各个盒子 我发现里面装满了我需要的材料 我真是个幸运狗 我使用材料在我周围形成一个法阵 并快速使出恶魔力量开始了仪式 恶魔的能量包围了遥控器 它转化成了一个恶魔遥控器 仪式圆满完成 突然 外面传来剧烈的爆炸声音 整个房间都在摇晃 仓库要塌了 我抓起遥控器 好像最近的出口 第58天到61天 我发现我的黑暗泰坦被囚禁起来了 当我走进他们时 泰坦电视人突然出现 我试着用遥控器控制他 但是泰坦电视人反应迅速地躲开了 你这个卑鄙的虫子 他气急败坏地向我冲锋 同时发射蓝瓶攻击试图重伤我 我用我的恶魔力量挡住了他 我必须快点解决他 傻瓜 你背后有人偷袭 当电视人被骗得转身时 我用遥控器控制了他的身体 让他变成了恶魔 我又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能力 哈哈我不敢相信这成功了 把我的仆从牢房里放出来 泰坦电视人服从我的命令打开了笼子 我的军队回来了 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大更强壮 你以为你会成功吗 神圣泰坦石中人居然出现了 在我做出反应之前 他激活了他的时间能力停止了时间 把我冻结在原地 是你为你的罪行负责的时候了 第62天到64天 我在一个僻静的监狱牢房里醒来 我用甘草叉攻击了牢房内部 但我无法突破他 放我出去 钟表将只是盯着我 没有回应 突然 泰坦神被召唤到了这里 当我看到泰坦神时 我惊呆了 我不明白 我控制了所有的泰坦人 这个暂停时间的怪物是从哪里来的 真是个呆子 还有其他的泰坦占据着其他的威脸 你注定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竭尽全力对牢房垂打 让泰坦神和泰坦中人吃惊的是 我把门砸开了 我永远不会屈服 怒火中烧的我扑向泰坦神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 一击就把我扔回了牢房 对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泰坦神发动冲击波打开了我脚下的地板 我坠入了陷阱里 第65天到第67天 我还在不停下转 在最后一秒 我拼命挥动翅膀 终于在圣水池上方停了下来 我绝对不想碰那个 圣水对恶魔来说是致命的 这时我发现水里散发着有福的烟雾 我得在丧命之前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试着飞开 到我上面的出口被堵过了 肯定有别的路能出去 我飞了下来 随后我发现了一扇古老的大门 周围有两个槽 似乎缺少了什么 我抬头一看 发现门上方有个牌子 也许惊喜就在最危险的地方 我望向圣水 发现水底就有我需要的东西 我迅速地用我的武器刺穿地面 设法让水池晃过 他们浮到了水面 我趁机抓住了他们 然后我把他们放进槽里 门就开了 突然房间开始摇晃 好像要他下来似的 该死 这太糟糕了 第68天到72天 洞穴就要塌陷了 我拼命在洞穴中逃跑 突然一块碎石不小心刺穿了我的翅膀 我继续穿过隧道 最终我跑到了一个充满圣水的洞穴 我小心翼翼地走在水坑边缘 就在我即将穿过时 我站立的边缘开始在周围崩塌 如果我想要成功的话 那我就得跳起来 我必须冒这个险 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而我脚下的平台却塌陷了 幸好跳得够快 在洞穴彻底塌陷之前 我跳进了传送门 第73到75天 我到达了在传送门的另一边 但令我惊讶的是 我居然来到了天空马桶人的世界 你们都是谁 是我们打开传送门 把你从泰坦神手中救出来 谢谢你的帮助 我们是盟友 也许我有一样东西可以帮助你 马桶人带我来到了另一个里面 那里有个恶魔磁铁在等着我们 这个可以解除太坦身上的保护状 这简直太酷了 我正要去拿那个恶魔磁铁 这是一群发光的怪兽 突然冒出来想阻止我 这是能量吞噬者 你必须让他们远离我的设备 我冲上去用恶魔力量击退他们 不幸的是 我因翅膀重伤而无法补兵 但我仍然拥有恶魔般的压感性力量 几秒钟之后 我成功解决了他们 随后我跑过去抓住了次体 就在这时 我感到一股治愈的能量涌上全身 恢复了我的健康和翅膀 是时候报仇了 第76天到79天 我回到了神域 我立刻带着修补好的翅膀飞向天空 来寻找我的恶魔泰坦人 最终我找到了泰坦时钟人 时钟人试图再次冻结时间 但我在他之前释放了恶魔刺体 抵消了他的力量 也许你可以试试这个 他用时钟枪击中了我 并再次向我逼近 我挥动叉子阻挡了他的攻击 他趁机发射时间爆炸 再次把我击飞了出去 这家伙很厉害 也许我该试试别的办法 我迅速跃起 跳到时钟人身后 并狠狠一脚踹飞了他 趁他昏昏沉沉的时候 我激活了恶魔刺体 耗尽了他的光防护 你现在是我的了 我趁机使出恶魔之力控制了他 使他变成了一个恶魔泰坦宗人 随后我获得了五颗新的心和新的力量 突然 泰坦钻头人从地底钻了出来 他是来提供支援的 钻头人快速召唤出一道光之门 把我吸了进去 第80天到83天 我出现在传送门的另一边 我发现自己被关进了竞技场里面 而泰坦神的声音在头顶上轰隆作响 这里是我的领域 开始你的战斗吧 突然 地面开始因沉重的脚步声而颤抖起来 我能从声音中听出 一个又大又凶猛的东西来发 那是什么声音 我的冠军为我战斗了上千年 他从未输过一场战斗 并且以惩罚他人为论 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 我试图砸破穷顶 但是什么都不起作用 我能听到泰坦神的冠军离我越来越近 尖锐的声音不由地让我害怕起来 在绝望之际 我用我的脚冲破障碍 飞出了竞技场 第84天到86天 我以最快的速度飞越了奥林匹斯山 因为我知道泰坦神的冠军正在追捕我 如果我放慢速度 他一定会抓住我 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传送人前 但令我沮丧的是 他被停用了 他看起来好像丢失了一部分 我想我能帮忙 我转过身 发现一个没有头的天使马桶人站在我面前 一束神圣的光出现在马桶人面前 他召唤出了我要找的碎片 为了表达感谢 我用我的恶魔力量控制了他 就像我对泰坦那样 他长出了脚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恶魔 随后我接过碎片再次激活了传送门 我快速地穿过了他 第87天到89天 我从传送门的另一边出来了 但仍在神域里面 这地方比我想象的要大 现在我只需要找到通往下界的入口 突然 我脚下的大地震动 我转过身来 看到冠军正在穿过传送门 小虫子 是逃不掉的 冠军毫不犹豫地释放冲击波攻击 尽管我拼命挥动叉子 但他没有丝毫退让 我快速使出恶魔之力反击 但是冠军只是轻轻地一击 就击碎了我的攻击并重伤了我 我需要支援 突然马桶人跳过传送门撞向冠军 他与冠军迎面相撞 多次的暴击让冠军失去了意识 他带着冠军一起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他一进去 传送门就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个恶魔电池 也许这个可以用来吸干神钻 就在这时 泰坦钻头人居然出现了 第90到第92天 泰坦钻头人用他的力量攻击了我 不过多亏了我的翅膀 我可以飞离地面 然后从上面向他发射恶魔攻击 你不可能永远躲着我 他向我发射钻头光束 但我可以飞过去躲避他们 他身上的碎片没能保护他多久 因为我的炮弹很快就击中了他 是时候加入我的军队了 我对他使用了恶魔电池 除去他神圣的保护 他现在很脆弱 我控制了他 把他变成了一个恶魔钻头人 我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现在所有的泰坦都是我们 其他的泰坦人在哪里 泰坦神把他们藏在地里 这是一张地图 可以帮助你找到他们 谢谢你 新盟友 然后他向下挖了一个洞 这样我就可以开始寻找了 第九十三天到九十五天 我开始在地下洞穴寻找那些被抓走的泰坦们 我找到了第一个 他被困在一个满是红色宝石的洞穴 我试图用武力把他救出来 但我毫无进展 也许他们会对我的恶魔力量有所反 我快速使出了恶魔光波 击碎了所有的宝石 泰坦影响人也在这时恢复了意识 我继续寻找 直到我找到另外两个泰坦人被困在光笼子里 我灵光一闪 我飞到笼子跟前用头撞他 把他砸碎了 把他们从囚禁中解救出来 好了 只剩下一个了 我探索了一番 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泰坦人 他独自在一个洞穴里 也没有被困住 这让我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在这时 一个泰坦人不小心踩到了陷阱 警报声迅速响车整个洞穴 我们得离开这里 告诉其他泰坦在地底世界跟我会合 泰坦们四散而去 我迅速穿进了去往地底世界的传送门 第96天到98天 我回到了马桶人世界 和五个泰坦人和我的马桶人大军集合了 马桶人拉了一下控制杆 红色帘子随即被打开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门 我把强化的恶魔能量释放到传送门里 让他锁定竞技场的位置并击 来吧大家 是时候彻底结束这一切了 我穿越了传送门 准备好最后一战 第99天 我带着我的军队来到了奥林体四山 然而 当我们到达时 泰坦神的军队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是时候为我的族人报仇 见证战争了 大家冲啊 我们一起跑进去 战斗开始了 马桶人和黑暗泰坦集中精力干掉泰坦神的步兵 而我专注于向泰坦神要赛挺进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于是我命令黑暗泰坦们集中力量快速消灭大量敌人 我再次向前冲去 但当我走近时 一只音响人蜘蛛跳下来阻止我 给我滚出神域 我毫不留情地向前攻击 多亏了我的三次进化 现在的我远非是他能阻挡的 在几次交手后 我趁机释放出恶魔光波杀死了他 第一百天 我降落在泰坦神基地中心 而他在一个巨大的体育馆里等待着我 你胆敢在夺走我的泰坦之后侵入我的里 没错 接下来我要杀了你 我愤怒地飞向泰坦神 他不断向我挥剑试图击杀我 黑暗和光明的最后一战终于开始 我们俩将面临着世纪之战 我快速使出恶魔光波攻击 但他不肯让我 我永远都不会输的 他用力挥剑 一道光波闪波把我击飞了 尽管我升级了 但他依然是最强大的泰坦神 随后他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 对我造成了严重伤害 我用火球攻击回击他 但他的神圣盔甲比其他盔甲更坚固 你们恶魔注定会成为我的养分 这场战斗 就让我终结你吧 你该死 我怒不可恶地集结了所有的恶魔之力 所有的技能 和我在旅途中获得的所有力量 终于打碎了他的神圣盔甲 这不可能 我不可能输 我使用最后的恶魔之力 永远地打败了他 最终我以恶魔的名义赢得了战争 并为我所有的族人报仇 泰坦神拥有泰坦电视人 泰坦摄影人和泰坦影响人的终极力量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 我将以泰坦神的身份图治联盟 并彻底粉碎黑暗泰坦和马捅大军的计划 我是否能够完成使命 打败黑暗泰坦 还是邪恶战上风呢 你得看到最后才能知道 第一天 我作为一个泰坦宝宝诞生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泰坦电视人 泰坦影响人和泰坦摄影人 欢迎你左左 你是我们所有力量的结合体 命中注定要打败终极恶魔 突然 天空突然泛弃诡异的红色 黑暗泰坦从天而降 我会打败所有阻碍我前进的东西 黑暗泰坦跳了下来 举起武器准备击杀我 三位泰坦巨人一起跳了起来挡在我面前 他们每个人都用尽全力与黑暗泰坦战斗 就让你们见识下我的真正力量吧 黑暗泰坦释放了一种奇怪的能量 离得最近的影响人和电视人一瞬间消失了 唯一站着的只有泰坦电视人 找到你电视人 他会帮你 电视人话音刚落就被吸进了黑洞 抓住泰坦神 别让他们跑了 臭气熏天马桶大军蜂拥而至 趁还有机会我就跑了 第二天 我被一群恶心的马桶大军追杀 直到我被逼入绝境 受死吧小可怜 不 我不能死在这里 突然 我感到一股能量涌上全身 让我释放出神圣的力量 炸弹直接炸穿了马桶面 这简直太酷了 我按下墙上的按钮继续移动 就在我前进时 一只黑剑直直地射向我 躲避不及的我直接被中伤 我试图用我的神力打败他 但他实在太强了 就在我以为我完了的时候 不要低估联盟的力量 女电视人突然出现 并用他的红瓶机枪射穿了敌人 第三天 女电视人把我带到了摩天大楼的顶层 那里有一块发光的碎片在等着我们 出于本能 我走进碎片 抓住了它 一瞬间我的身体发生一变 我增加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你手里拿的是神的碎片 还有五个分散在城市各处 你得找到它们才能释放你所有的能力 恐怕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令我们惊恐的是 黑暗泰坦突然出现在摩天大楼上 它朝我不断地投射炮弹 爆炸地冲击波逼得我们不断后退 最终 我和女电视人从楼上摔了下去 第四天到第七天 我们从天上掉了下来 幸运地落在了下面的水里 真是命大 黑暗泰坦降落在我们上方的大坝上 然后开始猛踹地砖 最后一击 黑暗泰坦冲垮了大坝 导致洪水涌向我们 湍急的水流冲散了我们的位置 我觉得越来越窒息 一切都变暗了 当我醒来时 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城市下水道里 就在这时 一个变异的臭马桶爬了过来 在那只可怕的野兽出现之前 我迅速躲进了掩体 看到一个摄影人就在我身后 我吓了一跳 尖叫声不小心泄露了我们的位置 第八天到第十天 摄影人和我在下水道里追赶着 不久 我们俩就被逼到了一个深坑里 我不能再躲避下去了 于是我转过身 面对着这个可怕的臭马桶 我快速召唤神圣之力正面迎战 强势地攻击吓得它连连后退 我再次召唤神圣光波锁定了它 将臭马桶摔了下去 随后我跟着摄影人回到了地面 而我正前方就是一个黑暗马桶工厂 就在这时 我听到有人在尖叫 我快速追随声音进入了工厂 第十一天到十四天 我到了工厂内部 狡猾的马桶科学家正在做实验 传送带上不断传送着摄影人 马桶人把他们变成了黑暗摄影人 这简直太可恶了 我火速冲着科学家的方向 发射神圣光波攻击 但是这位黑暗科学家很快避开了 抓住这只虫子 黑暗科学家命令所有摄影人追杀我 他们像是失去意识的僵尸一样 我本可以赢得这场战斗了 但我不想伤害自己的萌营 突然一种新的能力在我体内被激活 让我召唤出了一个光之龙 暂时困住了他们 我会回来找你的 当我跑出房间时 黑暗泰坦从天而降 他一脚踢飞了我 我们俩都掉进了附近的垃圾槽里 第十五天到十七天 黑暗泰坦和我将落在垃圾槽的底部 而这里居然是焚化炉 我不会再让你们这些人渣伤害我的人了 我向他释放我神圣的力量 他立刻召唤火焰进行反击 在我们两个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房间突然开始升温 周围出现了大火 焚化炉打开了 我得离开这里 我试图逃离 但黑暗泰坦阻挡了我的去路 我立刻向顶部发射了攻击波 崩塌的碎片很快压倒了黑暗泰坦 把他困在原地 我抓住机会逃离了焚化炉 这时房间完全被火焰吞射 黑暗泰坦被烤焦了 第十八到二十一天 我成功到达了基地的中心 我在那里找到了下一个神碎片 而它正在给机器供电 就在这时 我的脚下毫无征兆地颤抖起来 地板碎片在不断地碎裂 在我拿到碎片的那一刻 我脚下的地板彻底崩塌了 在黑暗中 我伸手抓住了碎片 忽然 一束神圣的光从黑暗中射出 我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了 现在又多了五颗红星 并多了一副神意和一把绳子 是时候拯救我的伙伴了 第十二到二十五天 我回到了关押摄影人所在的地方 当我打碎笼子后 他们一看到我这突然大发雷霆 从他们的监狱里逃了出来 别担心 我会把你变回来的 然后我用神力清除了他们体内的黑暗 他们都恢复了正常 就在这时 马桶大军突然发现了我 我快速召唤神力解决了一拨人 然后就迅速带着摄影人跑开 女摄影人在游乐园执行任务时失踪了 你可以帮我找到她吗 当然可以 于是我转身飞向游乐园 当我到达时 我发现这个地方已经被黑暗里离去了 我靠近时 发现摄像女被绑在铁轨上 一辆大车静直朝她时 第26到28天 我飞向被困的女摄影人 小车正高速向她奔来 但就在她到达之前 我快速对大车发动了爆破攻击 女摄影人安全了 突然 整个过山车开始颤抖 她在我们周围开始看她 于是我迅速抓住女摄影师跳向地面 在碎石到来之前解救了她 看上面 我行动迅速激活了一种新的力量 造一道光盾保护了我们 你可以帮我解救女电视人吗 她遇到麻烦了 当然可以 第29天到32天 我们在途中路过了一片区域 那里正在被邪恶的黑暗泰坦所腐化 植物都在扭曲地生长 空气中弥漫着黑暗诡异的感觉 当我们深入到腐败地区时 女摄影人突然被一种未知的力量往上拉走了 我抬起头 发现她被黑暗的蜘蛛网缠住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哈哈哈哈你真是个笨蛋 黑蜘蛛迅速地爬走了 但我没有追她 我得帮那个女摄影人 我飞起来开始攻击蜘蛛网 但她却越陷越深 只有找到蜘蛛牙才可以救我 我这就去 我飞上天空去寻找黑暗蜘蛛牙 我一直密切观察着 直到我发现了黑蜘蛛正在爬向山洞 我立刻着陆追踪黑蜘蛛 第33到35天 我走进了山洞 看到墙面黑色的网里挂满的人 我向洞穴深处走去 直到我找到了巢穴的核心 在那里我看到了我正在寻找的黑蜘蛛牙 就是这个 我伸手去拿 但却不小心踩中了陷阱 黑色的蜘蛛网牢牢地绑住了我的腿 就在这时 恶心的黑色音响蜘蛛向我爬来 我不能退缩 于是我慢慢地爬过蜘蛛网 向毒牙走去 就在黑色音响蜘蛛抓到我之前 我及时抓住了黑蜘蛛牙 太酷了 我立刻用黑蜘蛛的尖牙切除一条路 然后从蜘蛛网中跳了出来 所有的束缚都解除了 我立即释放神力对蜘蛛发动攻击 神力就是黑暗的克星 突然 黑色蜘蛛再次出现在我身后 第36天到39天 黑蜘蛛静止向我走来 女摄影人有危险 我没有时间和她搏动 所以我逃跑了 当我穿过洞穴跑开的时候 我顺便解救了所有的音响人 黑蜘蛛又开始追上我了 所有人给我冲 音响人一起拦住了黑蜘蛛 我顺势走出洞穴 飞向天空 我回到了那个女摄影人被关押的地方 而她即将被黑暗之网完全吞噬 关键时刻我用黑蜘蛛牙把她解救了出来 当我们镇定下来的时候 音响人向我们跑来 快跟我去救女电视人 音响人把我带到一个由黑色蜘蛛网组成的剪前 女电视人就被困在里面 我跑到剪边 试着把她弄出来 但是黑蜘蛛再次出现阻止了我 第40天到43天 黑蜘蛛和我正在进行最后的决战 她用蜘蛛网攻击我 直接一拳把我击飞了 我立刻召唤神剑进行反击 在她跳出剪周围后 我迅速把剪划开 释放出女电视人 她一正脱就把下一个神的碎片扔给我 快抓紧时间 我把她捡起来 感觉自己的力量在快速猛增 我多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试试泰坦神的愤怒吧 我释放了我的新力量 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黑蜘蛛 她甚至来不及还手 我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她 就在我以为事情开始缓和下来的时候 女影响人从阴影中出现 杀死 杀死太坦神 有些地方不对劲 她已经被腐化了 第44天到46天 黑暗女影响人向我们跑来 准备发动突然袭击 但女电视人还没等她过来就把她困住 我们能救她吗 很久以前 一系列的神器被用来驱逐黑暗 有点像杀毒软件 你可以试试这个 女电视人递给我了一张神器的地图 我把它捡起来 然后去寻找神器 于是我在山顶上拿到了第一个神器 就在这时 我脚下的山风开始颤抖起来 一群黑暗的马桶大军忽然冲上来 并迅速包围了我 我立即召唤神力开始攻击他们 强大的神力引发了雪风 马桶人很快就被淹没了 于是我开始往山下飞去 突然 我发现山脚下有一个山洞 第47天到50天 我冒险进入洞穴 在水池中心我发现了第二块神器 我飞向水池 但我眼角的余光里 我看到一个无头马桶在看守着 我是凯文 也许你需要这个 凯文帮我找回了神器并交给你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 突然 水里出现了一团黑色的马桶 当我走进时 它猝不及防地向我喷水 击退了我 我反应迅速地举起神剑刺举 很明显 我们的实力不相上下 黑暗马桶控制了周围的水 它把附近的石块变成岩浆 导致我被拖向中心 我试图与把我拉进去的力量作斗争 但它太强烈了 我被吸进了黑暗中 第51天到54天 漩涡把我吸进了一个水箱里 而这就是马桶人的实验室 站在水箱外面的是黑暗科学家 哈哈哈哈 很高兴再次见到 成为我的养分吧 科学家说完就离开了房间 我迅速用箭打碎玻璃 在氧气耗尽之前逃脱出来 当我走向出口时 我发现了最后一个神器 就是这个 我得快点 它时间不多了 我立刻捡起了那神器 好像最近的出口 我把那三件文物递给了女电视人 看着它把它们按特定的顺序排列 当它们合二为一时 女电视人对女影响人使用了解药 它恢复了正常状态 我们还没来得及庆祝 一股黑暗的电流在我们身后袭来 第55天到57天 我们正受到黑暗电力的攻击 它把电机的目标对准了那个女电视人 但我跑到它前面 承受了打击 随后我召唤神力击飞了马桶 不错 不过你能承受这个吗 它对我发动了一次猛烈的电机攻击 摇晃我的身体 把我冻在原地 黑暗的电火花向我逼近 快抓住这个 女影响人跑进去扔给我下一个神碎片 当我捡起它的时候 我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能力 见证我真正的力量 我转身直面马桶人 举起神剑向它挥去 战力的提升让我很轻松地就打败了它 那就同归于尽吧 黑暗马桶人发出致命的电光 它撕开了时空传送门 飓风把我吸进去了 我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吗 第58天到61天 我被吸入了黑暗传送门的另一段 这里是黑暗世界 整个地区荒凉而死气沉沉 整个王国都被腐蚀了 就在这时 凶猛的黑暗泰坦出现在我面前 现在 让我结束这一切吧 黑暗猛地向我冲来 释放一个沉重的刀片攻击 击打的力量摧毁了我周围的地面 对我的泰坦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 我必须要改变策略 于是我迅速飞到黑暗泰坦的上空 发射了几枚导弹 他毫不畏惧地再次冲到我面前 我们在空中打得不可开交 尽管有神之碎片的力量在我这边 但很明显 他的力量比我强 已阻止不了我 黑暗会吞噬一切 他狠狠地打了我一拳 导致我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召唤一群虚空触手牌攻击我 现在的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没办法 我只能被迫逃跑 但我发现我不管飞到哪里 他都可以快速出现在我面前 在这个王国里 他可以同时出现在任何地方 没有办法了 我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无底洞 我绝望地跳下悬崖 不知道会落在哪里 第62天到64天 我在坑底着陆 我被困在一个黑暗腐朽的洞穴里 这是什么地方 突然 我被一群黑暗深渊的人包围了 马桶人向我逼近 他们太多了 重伤的我甚至无法逃脱 就在我绝望之时 一把巨大的锤子砸了下来 把他们全都砸死了 是泰坦的摄影员 你还活着 是的 我还活着 在我们与黑暗泰坦的战斗中 他把我们关在了这里 被迫与无尽的黑暗马桶人战斗 泰坦影响人和电视人也在这里 就在这时 越来越多的马桶大军围了上来 我们一起摧毁了一波又一波的黑暗士兵 但不管我们解决了多少 他们似乎无穷无尽 你知道出去的路吗 当我们被传送到这里时 我们被诅咒了 我们不能离开 但你可以 我不会把你们丢在这里的 找到一个破败的传送门 只要你净化了它 我们就能出去了 走吧 我来掩护你 泰坦摄影员继续猛攻 清理出一条路 让我能从打斗中逃脱 直到我发现了那个被破坏的传送门 我静止飞向它 当我从另一端出来的时候 我来到了时钟围堵 一群时钟人在等待着我 第65天到67天 我遇到了首席时钟人 我不是这个次元的 我是被泰坦派来的 只要你帮我们摧毁传送门 阻止黑暗在我们的世界蔓延 我们会愿意帮助你 那一定是泰坦摄影员提到的传送门 我来帮你 根据我们之间的协议 时钟人带我来到了腐败的根源 我尝试召唤神力撕裂传送门 但传送门蕴含的黑暗力量却击退了我 突然 我们周围的区域开始颤抖 泰坦摄影员从传送门出来 他已经被黑暗泰坦腐化了 杀掉泰坦神 他迅速召唤黑暗之中攻击我 我还没来得及举起神剑格挡 就被打飞了 黑暗强化了他的力量 重伤的我根本无法抵抗 他准备好最后一击了 就在这时 主钟停止了计时 倒带到泰坦中人从传送门出来之前 找到女石中人 他会知道怎么解决的 于是我迅速飞向天空逃走了 第68天到72天 我飞向天空来寻找女石中人 最终 我看到他在对抗黑色马桶人 于是我迅速降落在他身边并加入战斗 我举起神剑不断劈砍着马桶人 但战斗远未结束 黑暗马桶人首领突然伏击了我们 小心 女石中人倒转时间 把黑暗马桶人首领送回原路救了我 而在下一次马桶人首领再次回来时 我迅速挑起释放我的光攻击 这次没有他的偷袭 我很快就把他寄到地面 女石中人跑了过来趁机报仇 马桶人首领暴跳如雷 开始不断发射出强大的电磁力 我反应迅速的及时躲避 而女石中人趁机发射石中枪干扰他 最后一击 我们彻底摧毁了黑暗马桶人首领 泰坦中人已经被腐蚀了 首席石中人有危险 我有办法 很快他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到处都是钻弓兵的地方 这些都是我们的盟友 他能帮你找到你需要的下一个神力碎片 这是一个高大的钻弓走上前来 我会在旅途中帮助你的 于是我和那个高大的钻弓组队 他开始为我钻一条地下通道 他向下越挖越深 直到我们闯进了一个旧火箭发射场 我的任务完成了 钻弓说完就离开了 我大胆地走进那间大房间 当我四处寻找时 我很快发现了下一个神的碎片在里面等着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的钻石泰坦从天而降 他迅速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向我发起攻击 我们互相试探着 我能看出他技术高超 经验丰富 我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能在战斗中跟上他 我再一次躲开了他的钻石射击 并挥动神剑向前刺去 随后我又进行了几次神术攻击 直到他被打败 你是值得尊敬的泰坦神 战斗结束后 我走到神的碎片旁边 把他捡了起来 获得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是时候拯救这些泰坦了 第76天到79天 我回到黑暗之门泰坦 黑暗摄影人还在和首席石中人战斗 首席石中人也受到了重创 带傻的看我 我把摄影人的注意吸引了过来 他毫不留情地迅速展开攻击 但多亏了新的碎片 我能够忍受他的攻击并进行反击 在他放技能的空隙 我趁机发射了新技能进行攻击 对泰坦造成重大伤害 就在这时 泰坦石中人发动了一次突然的暴击 但在伤害到来之前 首席石中人把我推开了 替我承受了打击 生气的我迅速召集的最强大的攻击 使泰坦中人从黑暗中惊醒 我做了什么 这不是你的错 左左一定不要忘了拯救我们的世界 首席石中人因伤不治而死 他的怀表也掉了下来 按照他的意愿 我召唤神力净化了传送门 消除了石中维度的黑暗 当我触碰到怀表时 他赐予了我使用石中人能力的能力 该拯救我的盟友了 于是我穿过传送门回到了我自己的次元 第八十天到八十三天 我回到了我的主围度 却发现他被阴影吞没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 肯定是我不在的时候传播的 我绕着战场走了一圈 才找到女电视人和女音响人死在地上 不 这不可能 我不可能开始那么久 突然 一波又一波的黑暗马桶人冲了过来 几乎没有停留的时间 我只能迅速地飞到空中 就在这时 怀表突然闪烁了起来 我把它拿出来 才想起我有石中人的能力 也许我可以试试时间力量 于是我用我的新能力让时间倒流 回到黑暗笼罩之前 我的盟友们又活过来了 你们还好吗 太坦神你回来了 我用石中人的力量让时间倒流 我们需要快点离开这里 电视基地很安全 快跟我来 然后我和我的盟友撤退了 当我们旅行时 我们发现自己正在穿过一座不稳固的桥梁 突然桥开始摇晃 桥的一些部分开始锻炼 女电视人和女音响人尽可能快地跑 在桥梁崩塌之前 他们终于逃了出来 第八十四天到八十六天 就在这时 我的一个电视盟友 被一枚随机发射的炮弹炸死 我们看过去 看到一个巨大的黑暗幽灵向我们走来 大家快集中精神 随后我飞了进去 开始和黑暗幽灵进行战斗 我不断用神剑挥砍 但它似乎全副武装 我的攻击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这些家伙准备好了一切 我不断发射激光攻击 但它仿佛一点都感受不到似的 还在继续往前冲 受死吧 太坦神 黑色幽灵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将我踹飞了 它把注意力转向了我的盟友 枪杀了多名电视人 就在我绝望之际 黑暗幽灵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攻击杀死 而杀死它的正是三位太坦巨人 第八十七天到八十九天 我站在刚刚回到这个世界的太坦面前 就在我们庆祝时 突然 电影人他转向太坦们 卡了他们一刀 并把他们踹了下去 然后他转向我 开始攻击我 他怎么了 他很有可能是被黑暗侵蚀了 我一定会净化他 随后我开始围着太坦电视人躲避攻击 并不断靠近他 当我终于足够接近时 我释放了净化之光 让他摆脱了黑暗太坦的腐化 我真不敢相信我被他的黑暗侵蚀了 没关系 你回来了 也许你需要这个 太坦电视人递给我一张地图和一个小电视 这张地图被藏在暗朝王国的深处 它通向最后的神的碎片 一旦你找到了位置 用无线电联系我们 你不和我一起去吗 我们现在必须休息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为了让太坦们有时间休息 我独自去寻找地图的位置 第90天到92天 我跟着地图上的指示 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这是我们第一次与黑暗太坦战斗的地方 于是我开始搜查 直到我发现了某种纪念碑 它有五个不同颜色的底座 这是什么 你滑动机座 也许可以用它们召唤最终的碎片 这太酷了 随后我放下了我在旅途中收集的五个碎片 有一道明亮的白色闪光 当它退去时 最后的碎片出现在我面前 干得好 快抓住它 我朝碎片跑去 但在我勾到它之前 一黑暗科学家从天而降 哈哈哈哈它现在是我了 黑暗科学家抓住了碎片 它进化成了更大的黑暗马桶人 第93天到95天 我在和进化后的马桶人进行战斗 它不断向我泼水 强劲的水流对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在它放松之际 我趁机灰剑定住了它 是时候把碎片还给我了 最后一击 黑暗科学家彻底倒下 我趁机拿到了最后一块碎片 得到了五颗星和新的能力 突然黑暗泰坦从阴影中出现了 你太迟了 我现在要把黑暗世界带到这里 黑暗泰坦打开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门 召唤它的军队包围了我 该死 我要再快点 没办法 我只能先逃离了这里 第96到98天 我和我在电视基地的盟友团聚了 并集结了我所有的军队 是时候开始终极之战了 第99天 我带着军队来到了黑暗泰坦所在的位置 大家给我上 所有人都想疯了一样扑了上去 拼命和黑暗大军厮杀 我趁机穿越现场 独自一人来到了黑暗泰坦的传送门 我想进去 但它被封住了 我想打碎它 但没有用 突然 我通过传送门听到了黑暗泰坦的声音 哈哈哈哈你在浪费时间 它可是连泰坦都无法打破了 你注定会失败 现在的我已经拥有四个泰坦力量 我立刻召唤神剑对传送门发送了猛烈的攻击 你这个卑鄙的臭虫 我飞进传送门准备面对它 第100天 我来到了传送门的另一面 与黑暗泰坦面对面 你变得更强大 但我的黑暗将吞噬一切 泰坦之神的光芒是不会熄灭的 我冲进战场 释放了我神圣的光芒 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 这场比赛是光明和黑暗的终极较量 它召唤死亡光束向我射击 但我躲开了它的射函 并快速召唤神圣光束还击 重伤了黑暗泰坦 扭转了战局 你以为我只有这些吗 黑暗泰坦组召唤了一个黑洞 和之前在这里诅咒三个泰坦一样 我试着保持镇定 但是黑洞的引力太大 我被吸进去了 我可以阻止这一切 我用我神圣的光进化了黑洞 这导致它消失了 把我从永远禁锢在黑暗王国中解救出来 我不可能会输的 光明永远会打败黑暗 我释放出所有的力量冲向黑暗的恶魔 给了它致命的一击 是时候完成我的使命 结束这一切吧 我释放进化之光攻击 黑暗泰坦发动了它的死亡射险 我们的力量碰撞在一起 我们俩都试图压制对方 我把我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进化之光 它突破了黑暗泰坦最后的防线 永远打倒了它 黑暗之潮的腐化已不复存在 我们挽救了局面 赢得了战争 马桶杀手杀死了所有的泰坦巨人 直到后世世界里 只剩下最后一个泰坦人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百天 我将作为我的世界里 最后一个泰坦幸存下来 用我的超能力扳倒马桶人 并成长为更强大的形态 正义能否战胜邪恶 我能否为我死去的盟友报仇 并打败泰坦 还是最终会失败 你得看到最后才能知道 第一天 我在神殿中被唤醒 当我醒来时 整个世界一片混乱 我看着泰坦巨人们 强势地解决掉马桶大军 但就在事情开始好转的时候 泰坦杀手突然出现 一种可怕的气氛开始袭来 原来你们都在这里 那就一次性让我解决你们 杀手马桶在半空中投掷核弹 没有防备的泰坦巨人们接连中招 尽管他们有着巨大的力量和盔甲 但还是被杀害了 屠杀仍在继续 直到只剩下泰坦钻弓了 你是最后一个泰坦 你现在是唯一能拯救联盟的人吗 突然一个核弹直直地射向泰坦钻弓 他就这样死在了我面前 而我成为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泰坦 马桶杀手又盯上了我 我不会留下任何幸存者 他不断向我投掷着核武器 我拼命躲开 但不幸的是 我被他的致命导弹击中 第二天 那次袭击后 我设法保住了生命 然而 平静很快就被打过 狡猾的马桶大军迅速爬了过来 受死吧 小泰坦 我环顾四周 在废墟中发现了一把生锈的刀铁 我迅速捡起刀对付他们 但我的力量太弱了 就在我以为我完了的时候 一个摄影人跳了进来 他用迷你枪疯狂狙击击 而我则趁机拔剑来辅助他 很快我们就成功解决了所有的马桶 我们一直在等你来 跟我来 我和摄影人一起逃到了郊外 直到我们到达了个摄影人叛军组织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随后摄影人带我来到基地内的一个平台上 当我走上去时 他启动了机器 那个装置突然击中了我 让我长得越来越大 我的钻头也再次升级 我现在又多了五颗星和新的能力 就在这时 摄影人突然开始向远处射击 原来是马桶人发现了这个 入侵者来了 所有人准备战斗 第三天 为了保护我的盟友 我投入了战斗 我用我的新能力一个接一个地拆掉了马桶 向他们展示了泰坦的真正力量 而摄影员趁机将子弹射向马桶队 帮我干掉越来越多的敌人 最终我们干掉了所有敌人 你们这些愚蠢的摄影人 乖乖接受我们的审判吧 命我们惊恐的是 高大的马桶杀手来到了基地 我不会让你伤害更多的人 我朝他的方向发射了声波钻攻击 但我立刻意识到 这个敌人比我遇到过的任何人都强上预感 没办法 我只能先逃走了 第四天到第七天 摄影人和我逃了出来 钻到一个秘密基地外 结果这里有一群反叛者用枪指着我 你是谁 为什么来这里 拜托 我们和你一样是联盟成员 我们被马桶人袭击了 跟我来 随后钻工把我们带到一个轮子里 然后他们按下了一个开关 把我们锁在里面 你们这些骗子 是时候让你们明白欺骗我们的下场 把怪物放出来吧 我们脚下的地板开始剧烈的颤动 我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正朝我们跑来 一个机甲怪物冲了上来 张开嘴巴试图吃了我们 第八到十天 我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在怪物吃掉我们之前 我必须要逃出去 于是我立刻激活了钻头力量 粉碎了笼子 怪物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立刻释放钻工冲击锅试图击退他 但他只是举起手臂就挡下了 我的摄影人盟友也跳了出来 在旁边用迷你枪射击 怪物被我们的组合攻击打了节节败者 我再次发射几次冲击锅后 怪物重伤倒下了 不然 随后钻工带我来到了摄影人前哨部队 在不远处 马桶杀手正在和另一个马桶人交谈 马桶杀手说完就离开 而剩下的马桶人开始巡路 那是皇家马桶 马桶杀手的掌牙之一 他有重要情报 我们得抓住他 第十一天到十四天 我开始了我的审判 目标太大 我必须要小心再小心 我钻到地下 并开始不断钻洞 造成了巨大的鸿沟 很快我的陷阱就完成了 现在只需要把它吸引过来 随后我来到了皇家马桶身后 他立刻看上了我 嘿 你这个四肢发达的傻 你会为你的话付出代言 皇家马桶愤怒的全速冲向我 释放出致命的电磁攻击 我尽力避开他 很快他就来到了我的陷阱 地面塌陷了 他掉进了下面的裂面 这次坠落损坏了他的喷气背包 他被困住 我的任务成功了 卑鄙的虫子 忽然间 皇家马桶用他的超能力呼叫之一 马桶大军快速地围了上来 在我不知所措时 钻公首领走了近来帮我挡住了伤害 别耽误时间 快去钻公试验室 第十五到十七天 随着马桶大军向我们逼近 钻公首领和我终于逃到了地下通道 你们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皇家马桶泄恨式地使用了强大的磁铁攻击 导致我们秘密通道的入口不自行坍塌 我们被封锁了 也担心 那边有出口 快走 我们两个跳了下来 很快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充满熔岩的洞穴 当我们穿越滚烫的岩浆时 隧道上面不断轰隆坐下 肯定是皇家马桶不断在上面搞破 情况越来越糟 突然钻公首领被掉落的碎势困扰 你自己走吧 我会另找出路的 不 我可以钻个洞窗过去 我试图迅速钻回去 但这只会导致更多的瓦砾倒下 快离开 别无选择 我只能先走了 第十八天到二十一天 我来到了洞穴的另一边 发现自己在一个不利的实验室 这一定是前泰坦钻公的实验室 头顶还在不断被敲击着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于是我打开设备 站在中间 让它冲向我 我的身体就像火一样 变异成更大的形态 同时挥舞着生锈的锯齿刃 我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太太 怪家五颗星和新能力 是时候扭转联盟的局势 我挖了回去 在这片区域寻找着皇家马桶 皇家马桶很快就发现了我 我们互相冲向对方 在废弃的高速公路上展开终极之战 我在它身上施展了新的钻头能力 而它则用它的电磁能力缓解 我向前跃起试图用钻壁刺穿它 但它迅速躲开了 如果我想赢得这场比赛 我必须选择近战 于是我飞向天空 用钻壁狠狠地向它的头刺去 永远地打败了它 钻头首领也高兴地走了过来 就在我们庆祝时 一大批直升机马桶出现了 第22到25天 我和钻头首领选择了分头行动 在甩开马桶轮后 我迅速再在底下挖洞 真是个老六 突然它们像坑洞扔炸弹 窄小的坑洞让我无法动 就在这时 枪击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它们像苍蝇一样掉下来 原来是电视人帮我解决的它 你居然是最后一个泰坦 我不敢相信你是真的 请跟我们一起来 我们的领袖想和你谈谈 第26到28天 我被带到了电视人基地 那里看起来像一个生锈的救货船 我在传说中听说过你 但我从来没想过 还有一个幸存的泰坦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有个请求 这是什么 它点亮了电视屏幕 让我进入了一种幻觉 在泰坦陨落之后 联盟分裂为各自的反叛组织 马桶大军占据了整个城市 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迫躲藏起来 无法抵抗马桶杀手的力量 但现在你回来了 我们再次对我们的人民抱有希望 你必须团结集团 改革联盟 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打败马桶杀手 扭转这场战争的局势 幻象消失了 我回到了现实 摄影人和钻头人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 那么是时候开始我们计划的下一阶段了 然后我们离开了电视基地 他带我去了马桶基地 那里戒备森严 基地里面是我们需要的装备 他可以制作一台机器 这将召唤其他失去的联盟成员 我们需要你去找回他 交给我吧 第29到32天 我用钻头的力量在地下挖洞 然后偷偷溜进设施内部 经过一番搜索 我闯进了存放装备的房间 他在那里 我去拿他 但是突然两个守卫走进了房间 在他们发现我之前我藏了起来 当他们离开时 我赶紧跳下去并抓住了他是时候回去 随后我迅速返回基地找到电视人领袖 我真没有看错你 然后他把我带到一个巨大的机器前 但在他把齿轮放到机器上之前 警笛声开始响起 这到底什么情况 原来是马桶人领导的机械大军正在突袭基地 这些机械马桶配备了强大的火炮 看起来格外吓人 第33到35天 机械大军把电视基地围得水泄不通 电视人们都在为生命而战 很明显 他们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马桶首领从上方使用远程火弩箭设计 躲避不及的电视人立刻引火上身 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 马桶首领向我的方向发射了终极攻击 但在他击中我之前 电视人首领挡住了攻击 你可能夺走我的生命 但你不能夺走我们的希望 电视人首领说完就倒在了地上 而齿轮也掉了下来 马桶首领快速跳下来夺走他 让我来替你享受吧 那个无赖开始向我发射炮弹 我很快意识到 我不可能赢得这场战斗 我决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 每个人都撤退 剩下的电视人和我 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基地 我们成功逃离了飞速的坦克 并在附近的峡谷重新集结 很抱歉我没能保护好你们 我需要变得更强大 成为复仇者联盟的领袖 我想这能帮上吗 电视人递给我一张地图 我很快把它捡了起来 随后我就出发了 第36到39天 我跟着地图来到了一个废弃的联盟基地 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泰坦人的箱子 肯定是能让我变得更强大的东西 我往里面看了看 但里面完全是空的 突然基地周围的警报声开始响起 保护模式激活 随着大地的震动 一个巨大的机器人从天而降 只有泰坦才能获得另一个泰坦的装备 打败我证明你自己 你将获得它的使用权 那我就不客气了 随后我快速跃下并发起攻击 我不断举起手中的刀刃向前刺去 它反应迅速的左手举起盾牌格挡 在我没反应过来时 它举起右手的武器向我攻击 几乎没有停顿的时间 像机器人一样严丝和缝 很明显 它熟悉我的大部分招式 比起其他人 你太弱小了 愤怒地我再次冲了上去 并召唤出最强音爆穿透了它的防御 这样是有用的 于是我再次发射音爆打掉了它的盾牌 在它恍惚之间 我冲进去给它最后一击 成功打败了它 我迅速捡起泰坦电视人的装备 获得了五颗星核心的力量 第40到43天 我再次返回了电视基地 而之前的马桶首领正在等待着我 看来那个懦夫又回来了 不要小看我 现在我获得了泰坦电视人的力量 那就让我来试试吧 这是我第二次和马桶首领战斗 但我决心要成为破胜者 新获得的力量不仅增加了我的防御 更是让我的攻击力程倍增加 马桶首领的导弹更是连我的皮肤都没蹭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 随着我奋力一跃 我终于打败了它 以联盟的名义收回了电视基地 而齿轮也掉了下来 于是我迅速把它放到了正确的位置 它启动并向天空发射了一个信号 忽然 一个喇叭发出了感动的声音 听到了吗 我是接线员 我们真的需要帮助 马桶大军占领了这个 随后信号就断开了 作为最后一个泰坦巨人 我必须救回所有人 第44到46天 我到达发出信号的位置 发现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而这里唯一幸存的就是一个信号塔 该死 我是来晚了吗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失败时 无线电发射塔突然打开了 大作 小心你身后 我转过身去看 原来是马桶人在伏击我 幸运的是 多亏了电话男人们的提醒 我躲过了攻击 你不会再这么幸运了 马桶人迅速向我射出一连串的镜头 在我避开后 我狠狠地猛击并把它瞬间压碎 那些马桶怪物抓了我的族人 并把我关在一个极度安全的绝运街幕 我们真的需要你帮我们离开这里 行刑日马上就要到了 无线电发射塔突然变静 失去了信号 第47天到50天 我开始到处搜寻监狱的下落 当我搜寻时 我偶然发现了一群破烂的马桶 他们无情地恐吓下面的一些联盟成员 踏马的这群畜生 我猛扑下来 开始攻击 泰坦在这里 快阻止他 其中一个马桶人按下了附近的开关 我迅速跌进了熔岩坑里 幸运的是 我的喷气背包阻止了我的坠落 随后我迅速飞了上来 很好 就让你们试试泰坦的怒火吧 我使出最强群攻大招 只是一招就消灭了所有的臭气马桶 联盟成员也趁机逃跑了 我搜遍了整个区域 找到了最后的马桶 我还没来得及打他 他转过身来 但他居然没有头 不要惊讶 我知道这一定很刺激 但我只是你的老朋友看 也许你需要这个 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张通往监狱的地图 第51天到54天 我到达了地图上的地点 我成功躲过搜查来到了监狱 我试着钻进牢房 但很明显 牢门是由基岩构成的 无论我多么努力 我就是无法突破他们 走廊尽头有可以打开门锁的控制室 但是要小心 我看到他完全被警卫包围了 也许我可以试着把他们引开 然后我用一些碎石点燃火面 很快 监狱的火警响了 导致守卫们跑出了那个区域 太好了 我的机会来了 随后我飞向控制室冲了进去 第50天到57天 我进入了控制室 并找到了能打开门锁安全面板 我最好小心 不要惊动外面的警卫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触碰计算机 但我没有权限 计算错误 你还有三次尝试 没办法 我只能寻找别的方法 就在这时 我发现了一个USB 我把它从杯子里拽出来 试着用它 但电脑显示我又错误了 还需要两个USB 也许USB才是解锁的关键 随后我继续在房间里搜寻 最终在书架后面找到了第二个 然而 我似乎找不到最后一个 有一个地方我还没找 我往地下钻 我终于在地下找到最后一个USB 我将他们都插到电脑上 计算机成功解锁 牢房门锁成功碎裂 就在这时 整个房间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 并闪烁着红光 该死 这太邪门了 第58天到61天 我带着被囚禁的电话人一起逃跑 而马桶大军也发现了我们的行踪 快跑 我来对付这些家务 电话人立刻跑开了 踏马的你搞偷袭 他们集体发射电流攻击我 但我很快使出泰坦能力免压了他们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我手中倒下 但更多的人不停地来阻止我 人数太多了 我必须想办法毁掉这里 随后我冲向附近最大的一台发电机 我用电钻钻进了发电机 随后我立刻回到我的盟友面前 谢谢你 也许你需要这个 电话人递给我一个电话装置 就在这时 我发现一个流浪马桶从我身边跑开了 我立刻追了上去 第62天到64天 我跟着马桶走 发现他们正在和马桶杀手会面 我迅速找了个掩体 偷听他们的谈话 这个神秘武器帮你解决掉泰坦 它可以让时间倒流 把所有泰坦变成弱小的样子 随后流浪马桶打开了机器 它被激活了 一种光环在我周围形成 我感到我的身体变得沉重起来 疼痛让我不由地叫出了声 我的身体缩回了婴儿时期 我试着逃跑 但疼痛麻痹了我的大脑 很快我就晕过去了 第65天到67天 我在马桶杀手牢房里醒来 我试着挖路出去 但牢房是用基岩加固的 它是完全牢不可破的 这不可能 我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突然 头顶上响起了声音 欢迎来到我的领域 我命令你今天当我的扑走 我宁死也不愿侍奉你 哈哈哈哈 那你试试这个 就在这时 地板变成了玻璃 露出我脚下的碾压机 这就是不听话的代价 玻璃开始逐渐破碎 我很快就没有选择了 我绝望地想激活我的喷气背包 但根本无法成功 很快我就跌入了黑暗 第68到72天 我设法降落在一小块基岩上 短暂地幸存了下来 而下方就是可怕的刀片 这太可怕了 我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 我想起了我库存里的变化 也许可以试一下 随后我把它扔进了碾压机 导致机器暂停了运转 很快碾压机就彻底报废 我是对的 它确实有效 随后旁边出现了一个黑暗的洞口 别无选择 我跳了进去 第73天到75天 当我从洞口出来时 发现自己来到了马桶工厂的外围 当我深入时 我看到音响人正在被拆解 我看着他们的身体被改造成马桶灰 这太可怕了 我必须阻止这一切 我立刻跑了进去 并且断开了传送带的电源 很快音响人就清醒了过来 随后我跑向另一个笼子 我钻开笼子解救了他们 别浪费时间 快跑 警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一群马桶人迅速包围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既然这么喜欢被制解 那你们也试试吧 我愤怒地在马桶人身上发泄着 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马桶 突然地面开始颤抖 便一影响人蜘蛛从笼子里跑出来 它以惊人的速度向我冲来 我反应迅速地翻滚 蜘蛛立刻向我释放声波攻击 我猝不及防被击中了 就在这时 马桶工厂的首领冲了进来 是谁毁了我的工厂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第76天到79天 工厂首领愤怒地向我冲来 它挥动着猪腿试图刺穿我 我毫不畏惧地举起大剑快速挥砍 很明显 我们两个势均力敌 你这个傻瓜 我以前融化过太太 你以为我的盔甲是什么做的 它用爪子猛扑向我 导致我掉到机器的传送带上 准备好被撕碎吧 我以为我要死了 但是我并没有被撕碎 当我从传送带的另一边出来时 我再次进化 并多了五颗红星和新的力量 我的身体也恢复了最终形态 这怎么可能呢 你应该被撕成碎片 这时我注意到机器上面有个影响人 原来是它把设施改造了 我火力全开 用我恢复的力量一招就击败了工厂首领 第八十天到八十三天 我回到了我最初诞生的神殿 这座城市静悄悄的 看起来像一片废墟 想起我的伙伴们 让我不由地背上起来 这时我突然注意到地上有个齿鲁 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走过去把它捡了起来 我突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泰坦中人就站在我面前 欢迎小泰坦 你在旅途中成长了 泰坦中人 你怎么在这里 我以为泰坦都死了 我只是在这个王国里 我们可以再谈一下 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方法 是重新团结联盟 并亲自领导他了吗 我有一个礼物给你 只有你一个人才能拿到 祝你好运 小泰坦 突然 我在一个陌生的传送门前醒了 第八十四天到八十六天 我试着穿过传送门 但是上面有某种魔法风力 禁止外人进入 一定是泰坦时中人 放在传送门上 我必须突破这道膨胀 我试着用老办法打开它 用尽我所有的力量 击中魔法膨胀 但是毫无作用 突然我注意到 传送门下半部分有一个头 看起来好像少了一个齿 我立刻把我之前 剪到的齿轮放了上去 机器传来了转动的声音 突然 一个更大的齿轮出现在门前 哈哈哈哈我成功了 我把较大的齿轮装进机械装置 但是传送门仍然没有启动 看起来它需要加速了 随后我启动了钻变 然后把它卡在齿轮中间 使它比以前旋转的更快 不久 魔法风印破裂了 我穿越了进去 第八十七天到八十九天 我从传送门的另一边出来了 而石中人就在这里站稿 他毫无征兆地用武器指着我 退后 等等 我是为了和平而来 我是泰坦 泰坦 但我以为你们都走了 石中人小心翼翼地走近 仔细地看了看我 他才放下了武器 真不敢相信你居然来了 跟我来 石中人带我去了秘密的石中人闻你 而那里的石中人都在敬畏地看着我 欢迎 伟大的泰坦 预言是真的 你是来救我们的 救你 但在这个次元里一切看起来都很安全 我没有看到任何问题 我们的基地不定时会受到攻击 我们需要泰坦的力量才能生存 只要你愿意重新加入联盟 我就会保护你们 成交了 请收下这里 你需要他来赢得下一场战斗 他递给我一只金钟 让我获得新的力量和五颗星 突然 地面开始颤抖 罚行马桶大军冲了上来 第90到92天 越来越多的马桶大军包围了这里 他们从各个角度向我们袭来 但我没有退缩 我尽了我所能去帮助中央 你们快走 我在这里解决他们 我举起大刀不断挥砍着入侵着 虽然他们人数中夺 但是现在的我已经金飞锡 我轻松地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马桶 就在我要解决最后一个马桶时 一个强大的升级把马桶领袖降落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 他用猛烈的火箭偷袭了我 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在不停地往下跳 就在我以为要结束时 石中人领袖突然出现 挥拳逼退了马桶领袖 让我可以短暂地恢复时间 你准备好结束这一切了吗 当然 一起上马 我们互相看了看 点了点头 奔向强大的马桶领袖 我举起最强的钻头向前刺去 而石中人领袖趁机发射时间光波 让他暂时恍复 我们两个配合得天衣无缝 最终我们一起打败了升级把马桶领袖 干得好 新盟友 就在这时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架直升级马桶 你以为你成功了吗 马桶杀手的武器会在几天内完成 到时你就完蛋了 哈哈哈哈 该死 武器就快完成了 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 否则就太迟了 你必须找到马桶杀手 彻底结束这一切 我会感谢你的帮助 一刻也不能忘了 我飞去找马桶杀手了 第93到95天 我在半空中飞行 寻找马桶杀手可能出现的主基点 看起来像是泰坦的大坡 最后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 这里看起来好奇怪 于是我往火山口里看了看 发现有一个传送门在顶部 这肯定是马桶杀手力量的来源底 我决定跳下去 穿过传送门 当我穿越到另一边时 我意识到这里就是马桶杀手的主基点 这里戒备森严 守卫众多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搜寻 最终我来到了终极武器核心不见的房间 那里戒备森严 我知道我一个人不可能回到他 于是我迅速离开了现场 第96到98天 我回到了石中人基地 并集齐了所有的盟友们 你找到马桶杀手的下落了吗 是的 我知道他在哪了 我想我有个计划 我向我的盟友们解释了基地的布局 我让他们知道基地的戒备有多严 并告诉了他们 马桶人终极武器的计划 你觉得我们能成功吗 我们至少要试一试 别担心 只要有我在 联盟就还有希望 每个人都开始欢呼 所有人心中充满了希望 泰坦巨猿 我们想在开战前给你点东西 然后石中人递给我一个装置 我感激地接受了他们的礼物 突然我的心再次增加了十个 这是什么 这是泰坦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件东西 我们觉得只有现在给你才对 非常感谢 我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强大 现在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第99天 我们到达了马桶杀手基地 战争一触激发 兄弟们跟我冲 联盟成员很快就和 马桶士兵打成了一匹 我快速向着马桶核心靠近 两只巨大的马桶机器人拦住了我 快滚开你们这群臭赏衣 他们企图拦住我 但是我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 让摄影人带着其他的成员 偷偷将核心破坏 马桶机器人也为他们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我走进了裂缝 准备好打败泰坦杀手了 第100天 马桶杀手正在这里等待着我 愚蠢的太坦人 我要在这里碾碎你 杀笔 你的话太多了 我快速向马桶杀手冲去 用我的武器扇他一巴掌 卑鄙的臭虫 我要把你烤成灰烬 马桶杀手发射一个巨大的火球 想要把我炸成粉碎 我快速跳起 借着爆炸的冲击波 飞到了马桶杀手的脸上 最后一击电光钻 马桶杀手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了代价 世界再次回归了联盟的统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